在社群发表每天都吃到蛋 艺人严亚伦遭网友抨击 是近会地不知道蛋价有多贵 对此他23号深夜发文道歉 说最缺的是他的同理心 要跟因为他的留言而被冒犯的人说声对不起 全台蛋黄时期对这个议题格外关注 倒是南台湾可以让你吃蛋吃到饱 牛肉汤配上肉燥饭再加一颗卤蛋 大口吃好满足 台南麻豆这家牛肉汤店 这样的套餐只要120元 肉糟饭卤蛋免费随你吃 鸡蛋价格狂飙 他们也是咬牙苦撑 这样一颗蛋就15块 吃了一颗就等于是很酸 就摊那些就好了 重点就是这样让人家吃饱饭 不计要均心補来 不然不看怎么办 不少顾客冲着卤蛋而来 甚至一次连克六七颗 老板透露开业28年头一次遇到 鸡蛋一箱突破一切元大关 即使吃不消为了顾客也自行吸收 嘉义的生态教学农场会员每个月都有蛋 员工持续在农场一一减 桶子里装满好几十颗鸡蛋 嘉义社区大学生态教学农场 循环农业的方式养鸡产蛋 园内近500只鸡 每天可产约400颗 每天的一个产量 大概不能以500来算 以8成 大概400个蛋 我们目前没有切蛋的一个 没有切蛋这个因素 所以说我们会员大概 我们还是固定 每个月给他们降 但目前是没有什么影响 至今会员人数已经超过400人 剩余的鸡蛋每天会少量释出 提供民众买零星鸡蛋 全联加乐福大润发也实施限购令 每人每次买两颗 尽量满足消费者需求 DVN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